就算雨傘破了身体湿头 没法治 就算冷笑冷到不是未宜 就算我向世界飞奔千百里 又再说 就算跌过百次再寻下次 温室无非逃避再或遇 伤汗像照镜子 旅行仍此时 曾相像太好力太多 失忆孤单的滋味 天智我智 等幸福说时也许要变过几次 封不够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 不借的思念永不可揭露 不借着的事已经错过无恰恰 请让我像心中拒絶 认真告你知 museum 家人 你沒事吧? 柳Sir, 喬江河、喬子林和唐進階 已經平安匯送回家 商場那邊也沒有人受傷 一個小時前 有大飛在龍蝦灣接了一個內地男子 重案那邊跟著一條線 找這個應該就是個殺手 如果這次不是喬小姐的電影就出來 我們應該可以抓到個殺手 無論如何, WPU的首要責任 就要保護老闆的安全 你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謝謝, Sir 柳柳Sir, 我覺得這次最奇怪的是 打來報料壞人隊喬江河的人 竟然是喬江山 沒錯, 他似乎預知他弟弟會有危險 又想?你今天半隻腳進入都不關 那就對了, 我們現在爛起來 當然要慶祝一下, 不然要來定經 差點河裡賣子林 幸好他沒事 不然我也不知道保證誰 保證, 犯人貢獻 反口複複, 陰陰濕濕濕 幸好是許長天人, 大概有兩個 我看過熊飛不是有心玩事嗎? 如果他想取你的命 就不會派第二個槍手 再相處阻止 應該聯絡上面出現了問題 自不住那個中間人 除了殺手還有槍手嗎? 冰封馬雷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周總是這麼說的 他應該沒必要說謊 是呀, 進來 兩位喬先生外面有人送給你 兩位喬先生, 查看沒問題 是什麼? 是一隻狗 回來看看 獅子這麼大一隻狗 撞嬰? 喂 喬江山, 喬總是吧 我是熊妃啊 今天的事太不好意思了 我希望沒把你們嚇到 你弟弟怎麼樣? 還好, 謝謝 我送來的禮, 你應該收到了吧 你說一隻狗狗 周總說你喜歡明種狗 我特意找來這頭狗狗送給你 當時向你賠罪 那麼以前咱們的誤會 還有是是非非, 就一筆勾銷吧 好好好, 一筆勾銷 好, 報紙聯絡 李Sir, 沒事了 你們借狗在朋友送的, 好的 阿頭, 還有你的署長, 報紙來了 收到, 橋先生, 報紙來了 早安, Sir 早安, Sir 怎麼樣? 報紙 今天細橋先生在商場遇到的事 幸虧有驚無險 幸虧有WPU在這裡 你說許瑟那群人 真是不可多得的精英 你又多虧事前向我們報料的… 橋先生來了 對了, 不知道橋先生 你又怎麼知道 今天有人會對細橋先生不利? 我收到一個匿名電話 我不知道是誰, 又不知道是否有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就通知你們警方 幸虧通知 你說如果不是 原來收到匿名電話 不過不知道和我們收到的情報 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收到的情報 不過還未經證實 有人說洪飛和令弟的鬥分 有中間人已經從中拆掉了 今天有人要對橋先生不利 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是嗎? 是就好了 也好, 你看 在商場幾十年都存了很多好朋友 說不定有朋友知道我弟弟的事 就出來勸告 不知道橋先生你又知道 那位這麼能幫忙的朋友是誰嗎? 那我就不肯定是哪一個 不過也好, 既然有人出手 幫了這件事, 也是一件好事 好事…既然細橋先生已經沒有危險 我們也很替他高興 如果一切正常的話 我想這個星期末 就可以正式結出他這次保護的行動 你們這幫忙做得很好, 我很感謝他們 山哥, 公司的文件這麼早就送來了 這份是你的禮物 我的禮物? 你還不喜歡? 潛龍山頂樓B座? 你經常說, 如果買了B座的話 你去哪裡打通 那你媽媽和弟弟就會住得舒服一點 你喜歡吧? 但是那個日本太太一向都不肯賣 我跟他說 我太太最近為了家事很煩 我想買禮物, 探望我老婆 原來她真的答應我 你開玩笑的 今晚去山頂吃飯 順便給潛龍山看看 問問那個日本太太為什麼賣給我 好啊 那我們今晚去山頂樓吃好嗎? 進來 喬先生, 喬太太 小姐在下面吃早餐 想問喬先生你會不會下去? 我立刻下去 在哪裡吃飯呢?你選個地方 這麼早起床?昨晚睡得不好嗎? 爸爸, 早安 早安… 是否相常發生的事, 嚇怕了? 少許吧 你還沒吃嗎? 讓爸爸告訴你一些話 幫你喝回胃口 你兒嫂的事已經搞定了 保護證人組很快就會撤退 我叫保鞋子也走了 真的嗎? 是呀 太好了 喝回胃口了嗎? 爸爸 我不吃東西, 嘆望我沒有味道 火龍果降血壓, 血脂 爸爸, 爸爸, 你胖了 檢查過了, 現場環境安全 好 喬先生, 今天有做什麼人?何時會來 一、二、三、四、五、六 都齊了, 待會你就會明白 就說就到 我訂單, 讓他進來 進來… 是 就是我約大家來和師姐慶祝生日 大家輕鬆一點, 別這麼拘謹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生日? 我偷聽過你 朋友的事我很擺在心上 謝謝西條先生 不用客氣 西條先生, 你哄女兒也有一手 連師姐被你弄得眼濕濕, 真是真是 別哭了, 讓我說這句話 好, 謝謝大家 我知道請大家吃飯, 大家都不用了 所以趁師姐生日 順道向大家祝福吧 冒然今晚, 大家就是朋友了, 朋友 小老闆當我們朋友吧 是呀 我不是老闆, 我是老闆的弟弟 不錯… 但是, 通常老闆叫我們來 都很糟糕了 十個八個都成功錯誤了 很少像喬先生, 還會開玩笑 那我學什麼?我學佛的 我最愛哪個字? 鳥嘛, 有什麼大不了嘛 是呀 我們也祝一下喬先生 以後都順順來來 有什麼事都沒辦法拿來 是呀… 當時不肯, 師弟哭了藥出來 好不好? 好… 好… 唱生日歌, 師姐等不及了 等等… 生日歌要有重要嘉賓領唱 有歌號的 不, 真是國風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他真是好歌 Happy Birthday 好, 我們叫We are the 凌翠生日歌, 好嗎? 好, 三二三四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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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好意思, 橋小姐 來, 讓我來 不好意思 謝謝 真厲害, 整宗工程結束 他看得很餓我們一眼 難道我們真是透明幹探? 你沒有透明, 替別人的眼睛長得這麼高 看不見你了 沒所謂, 大家都不同世界 謝謝 讓我一起拍照 凌翠生日歌, 讓我盡心忠懼 你才能800年 低潤三苦 吧 好, 幸虧不見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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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其他財團附近有地? 主要是元朗那一頭 遲些拍馬達地 就夾在幫哥跟我們中間 行了,過幾天我跟幫哥有飯局 到時你提醒我跟他聊兩句 是,翹先生 細翹先生 什麼事? 大翹先生,細翹先生來了 為什麼要進來? 是呀,元朗那兩袋遲的資料 明天交給我 是,翹先生,細翹先生 大家,鬆開了 鬆開了 什麼事?是不是Pater Joe的什麼… 什麼英猴? 這次比拚弄好那個Pater Attraction 那個Sauna前幾天又早上吃到晚 慢慢推銷馬拉賭場計劃 吃到我又消化不良 參加隊賽也忍著忍著 不用我叫人幫你買金油條嗎? 不用,我已經成功擊退了他 你猜我用什麼方法呢? 還用問嗎? 不是發爛爪就哭打哭殺吧 不,我是跟他賭… 公知 是呀… 你猜我不知道這個小銀子 十幾年前 泰國的魔術師送給你的 要功有功,要智有智 他不知道的 我跟他賭了三局,他三局都輸 我還不吃著想? 告訴他,你沒什麼賭運 所以什麼都可以碰 是賭場不可以碰 他真的聽我怎樣 說說一下,他人都借了 那就是說你現在鬆傻了 不用替你買金油條 好像不是,肚子還好像穿著穿著 當然,每天在外面吃飯的食物不乾淨 你的腸已經污衣丹凹凹 想一條腸乾淨很容易 什麼都不好吃 做人有什麼脆味就行了 你算不穿著嗎? 每天就走遲玉琳,做身體檢查 順便找醫生,檢查一下腸 檢查?即是直腸檢查? 即是通貨?怎麼行? 不行,很不老闆 我會被你捅到胃,大哥 那倒是 不然,你做哥哥的比較划算 怎麼樣? 我幫你捅 你來吧,別管了 怎麼樣… 大哥…怎麼樣… 周總 周總 我現在正在瀋陽和熊飛在一起 熊大哥過兩天會經香港 飛去泰國做水療按摩 好,他會在香港停留兩天 想找朋友吃個飯 你稍等啊 熊大哥想跟你說幾句 餵 喬大哥,我是熊飛啊 熊大哥,你好 喬大哥 我難得去趟香港 這回我到了香港 說什麼都要請你跟水哥吃個飯 喝個酒 這個嗎 就這個星期六晚上吧 對不起,禮拜六呢 我剛好約了人 不好意思 那就敢吃中午飯嘛 就這樣了,一言為定 那好吧 對了,熊大哥幾天能到 我派人去見你去 不用麻煩了 我有車從深圳過來 我到了飯店 再跟你聯絡吧 那好吧 禮拜六見啊 洪飛 是呀 是呀,他說禮拜六到 你替我吃午飯 這挺人惹不過 耍不掉他嗎 他是超級惡人 易請難送 看來清清晰晰晰 他擺一頓和頭酒 那天啊,包得不長 那票房啊,沒話說 牛啊 是呀 第一名 依你這麼說 老國和又當女士 帥哥 你也有辦法包個蓬山區 一定啊 包在我身上 好… 大哥,飛哥真的又爽又頂刺 想不到和他這麼合嘴型 真是不打不相識 飛哥 我就一定看著你之後 他就一定做朋友嘛,澤民 這也得謝謝山哥 要沒山哥給咱倆簽這條線 咱倆怎麼講和 這會兒又怎麼坐在這兒一塊兒喝酒 對… 可以說,山哥 對 我還是再敬你了 來… 來… 我幹了啊 說到底呀 這多一個朋友 總比多一個敵人好 這頓酒啊 喝得開心 喝得痛快 我早就聽江湖傳聞說 山哥,您要做朋友 那是最佳的朋友 要是跟您成了敵人 那是最可怕的敵人 但是我姓熊的 跟您山哥 有一點兒不一樣 黃愛 我姓熊的哥們們 朋友是變天下 敵人一個沒有 怎麼 你說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呀 全都死光了 你的懶結真懶啊 快點說得出口啊 你不知道什麼叫懶結啊 冷笑話又冷又爛啊 冷笑話 我可不是跟你們開玩笑啊 你想啊 咱們出來做生意 經常會遇到一些攔路 不識抬舉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 像這種人怎麼辦 能做朋友最好 做不了朋友 那就甭管三七二一 欲佛殺佛 而且還要斬草除根 殺殺殺殺 哇好怕好怕好怕 來到香港啊 就讓你亂跟我來嘛 說到香港啊 什麼都講規矩 規矩太多了 就好像蓋個房子 現在收地 收樓 審批 才能動工 在我們沈陽 沒這兒 一邊動工 一邊收地 你說這個房子還沒收回來 就能動工 你不信哪 只要你們有興趣 來沈陽港房地產 我姓熊的保證 幫你們收樓收地 甭管它是祖宗山分也好 政府單位也罷了 甚至是軍營 我都能給你收得到 到時候 一邊動工 一邊收地 咱們有錢大家一塊賺 對不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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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人快語啊 改名兒 我到那個內地區 發展這個房地產 我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你 來 一定 一言為定啊 來來來來 許桑 時間差不多 對了 咱們這個午飯啊 一吃吃三個小時 快變成晚飯了 這人一高興啊 時間過得特別快 其實沒關係啊 咱們午飯晚飯一塊吃啊 還能多聊會兒 多喝幾杯啊 我也想啊 可是今天晚飯呢 一早就約好 退不掉 所以我必須先走 好 大哥 你去做大事 這裡讓我搞定 我要跟飛哥啊 喝個痛快 不醉無怪 好好好 飛哥 你慢慢開心 慢慢喝 好好好 兄弟啊 非要你來啊 大哥來來大哥 我可以的 先走了啊 好 拜拜拜拜 慢走啊 兄弟 這麼喝什麼紅的還是紅的 什麼都可以了 давай來來來 跟你拍個不拍胡瓜 好 看看 很好 來 吃乾吧 走 所以我说呀 有时候看他们那些踢球的 真是差劲 照我说呀 把那球队买下来 自个儿做老板 想让他们怎么踢 就怎么踢 你要买球队 你一定要把女子足口队 够爽啊 你喜欢看女子足球啊 总之是好球我就喜欢看啊 我看你是喝醉了 好 下次你来沈阳 我带你看我刚买的一队球队 叫沈阳智 不管他什么哥 不怕 我就要看好波 摸阿姬要做 好波 来来来 好波 好波 我买的那队沈阳智耀 那才是真正的好波呢 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横扫中国联赛 也就是说 下次中国国家队 再打入世界杯 我敢肯定有一大半的队员 都是我们沈阳智耀的队员 哈哈哈哈 也就是说我半只手 已经摸到大力神杯了 到那个时候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 我们中国足球的厉害 不要说我扑你冷水了 讲世界杯 中国没有来 你怎么说话呢 难道咱们中国人 还不帮咱们中国人吗 我跟你说 我那队沈阳智耀 现在用的教练 是巴西最棒的教练 哎呀 用什么教练有什么关系啊 中国波啊 有派都没有想到大台了 日本才好波 烂浪楼都比中国好波了 你脑子进屁了 叫板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还不如小日本 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啊 你怎么满嘴笨笨呢 讲真心话呢 其实都是安逸的啦 你爱过了都不能够安逸良心 中国波就是 没得就是没得啦 我我得就得 你我得就得 你我得就得 谁听我吧 这是香港不是沈阳 不是说你得就得啦 超洋河 我告诉你 我今天神飞现在当天发誓 在两年之内 我要我的沈阳之药 代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 不但要打入世界杯 还要赢世界杯 这是我熊飞说的 你不要说下说下啦 只剩碎人吹水不抹嘴 你真的不要这样低能啊 停开 说谁低能呢 对不起啦 不用理想啦 你们乖乖乖 踢什么都可以啦 戴上山都吹你不证 神仰之忧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卖退休日 你发紧销想赢世界杯 你不如磨得了照照镜 还说拿大力神杯 不如买枝大力神有茶 好吗 我不是磨得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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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水不抹嘴 大哥 不要 不要 大哥 那会是我们的地方 你 停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 小翔先生 那些全部都是政府官员的车 其中有两架应该事急搬完 小翔先生… 小翔先生 小翔先生 今次小翔先生却到宇宙 是不是和上次的事有关的? 小翔姐 那当时同样是中昌的 退休中心庭大法官 掌軒倫着事 和小翔先生有什么关系? 说两句 小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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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一句 小翔姐 好, 带他去熊爺他们 告诉他们 现在这个环境不要踢水 是, 翔先生 小翔先生 小翔哥 阿水怎么样? 医生还在抗救人 但是听警察说 阿水哥进来的时候 在头部中昌流了很多血 他进手术室的时候 完全没反应 医生… 老公似的, 跳骨骼怎么样? 我爹地怎么样? 好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都够不回 小翔先生 掌大法官, 心臟中昌 子弹射去心室 我们已经尽力了 医生, 究竟乔哥河现在怎么样? 他脑部租枪击 不过幸好的是 子弹没有直接射中脑幹 和中雪神经 我们已经帮他拿出一粒子弹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他还在昏迷 那他什么时候醒? 暂时不知道 是这样, 究竟他会不会醒? 情况应该是乐观的 不过要再做一个观察 翔先生 翔先生 阿水, 我有些东西去看一看 小翔, 你留在这里 有一位超声, 最多通知我 是, 翔先生 翔先生 我们在案发现场驱逼了两个疑犯 有个是沈陽, 大款洪飞 另一个是他的司机 他的司机第一时间认罪 根据他的口供 说当时洪飞和李弟弟喝得好醉 因为翔先生胡说话 得罪了洪飞, 让他赶上车 但是翔先生依然不断罵他 他的司机替洪飞不抵 他生气了 把枪吹出来吓李弟弟 他本来还想補多枪 谁知被洪飞阻止 两人在糾纏之间, 支枪阻防 打中了在附近放狗的 退休中心庭法官掌著事 我这个弟弟 一向都是喝大了, 口没借了 不时都是出口商人 人工不断次, 搞了这么大件事 支枪有了两人的指纹 最关键的是司机认罪 所以我们还要看在场的唯一 目击证人的口供 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是... 零钱庚 子林? 是, 他当时开车回家 目击证的枪击过程 可能他受惊过程 情绪很不稳定 所以我们暂时都帮不了他下口供 乔小姐, 坐了这么久了, 不如 爲何爹爹还未到? 你爹爹正在来 Sir, Sir… Kila 爹爹 不用怕 来 小姐, 不用怕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开车回家 我到路口 看见二叔喝醉纷纷地走到大闸那裡 但是在他后面 有个人握着一支枪 向二叔开枪 接着二叔就躺在地上 接着就有另外一个男人扶出来 他们两个还抱在一起 接着又再看一声 一声, 没多远 有个人在放狗 好像被他打中了 那你记不记得 向你二叔、乔江河开枪的人 是怎样的样子? 有姐姐穿什么衣服? 智琳姐姐, 慢慢想 慢慢想 他…他穿着黑色被褂 他是光头的 你肯定开车那个人 是穿黑色被褂, 光头的? 是 那另外一个博碎阻止的人呢? 他又有什么特征, 穿什么衣服? 慢慢来… 我说是 扑上阻止那个人 他穿着白色衣服 黑色西装 你真的肯定? 你是否肯定 开枪那个男人 是穿黑色被褂, 光头的 而阻止他那个 是穿白色衣服, 黑色西装 是不是这样? 來吧, 阿Sir, 今天到此為止 曉先生, 由於洪飛的背景和勢力 我們警方很重視這單機 阿Sir認為我找到有危險嗎? 如果沒有令千金這個證人 這宗案的兇手最大嫌人 就是洪飛的司機, 而他也認罪 但是根據令千金的初步口供 洪飛的司機很有可能只是頂罪 就是說, 如果沒有了子林的口供 洪飛就可以脫身了 所以我們警方有理由相信 令千金的安全已經深度威脅 我們一定要確保他沒事 阿Sir認為需要保護我的女兒 我和你們合作 周總, 有件事想找你幫忙 周總, 我剛要給你打電話 周總, 有一個人想見見李 熊二哥, 小心哪 這些狗可都沒有訓練過 小心被他們咬著啊 周總, 您來了 我來介紹你們認識 他就是熊飛的二弟熊毅 這位就是喬總, 喬江山 來來來來, 我們坐下, 慢慢商量 熊毅熊二哥和大哥熊飛的感情 是非常地好的 他一知道大哥出了狀況 就馬上來到香港 就是希望能有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法 我到香港來, 只有一個目的 我不想看見我大哥坐牢 周總, 要是我大哥真的沒事 你有什麼要求, 我都聽你的 我的要求 我看是你有要求吧 沒錯 是我要求你女兒什麼都看不見, 聽不到 那我大哥的事情就可以解決了嗎 你大哥的事情可以解決 那我二弟呢, 他人呢, 還在醫院 還沒醒過來 他的事情, 誰解決 喬總啊, 有話慢慢說 先不要發火啊 我今天來, 是看那周總的份上 你大哥為什麼被抓, 你心裡沒明白 就算那我二弟, 是酒後胡言 那就該死嗎 你要你大哥沒事 但是, 那得等我二弟醒過來 這個, 兩位啊, 我呢 現在啊, 不單純是我二弟 跟你大哥的問題 現場啊, 還死了一個退休法官 我女兒看見什麼, 聽見什麼 只有她知道 任何人哪, 都不能引醒她 香港是個法治地方 不是我, 更不是你 可以為所欲為 你們香港人這麼喜歡講法律 守規矩 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好, 這麼等著瞧吧 你別走 你別走 喬先生, 保安局羅先生想見你 喬先生, 羅先生來了 Ben 來, 喬先生 你去… 我以為他一陣子 蔣大發君寫的案件 你們保安局一定會很忙 想不到Ben你可以忙女偷下來探望我 阿翔先生是個聰明人 他這個時候來找你 你也知道我為了什麼 CIP最近收到消息 洪飛的弟弟洪二剛來到了香港 還去了新界一個狗場 那就最近你和我朋友去買狗那場 真的想不到你們保安局做事這麼周密 少許事實也不可說 當然了,特別是這次的案件 不但我們保安局高度關注 就連英國領事也很緊張 會要求我們一定要拿正來做 所以我們不希望出現一些 我們不想看到的情況發生 翔先生,你會和我們合作吧? 爹,你說得這麼清楚 我怎麼會不明白呢? 明白就最好了 那我們也不妨礙你 好,慢著吧 好 一開始 你們好,快點 好,我看得見 你會和你都看得見 不了 不管開玩笑 好, 我隨時可以做事 暫時先保安局, 雖然保安局很困難 有外國風吹草動, 他們都聞到 不要亂來 這個鴻二出名喪的 他說有隻紅飛一定會先拿手為強 很怕他對喬小姐不理 現在警方保護了自立 我們掌握他們三兄弟所有的東西 只要有什麼移動, 我一定會放過他們 好, 阿頭, 每次見完蛋, 整個人都散了 雙腳完全不受控制 阿頭說起來, 常常操作 但總會有更加清晨 不是的 你們叫什麼?阿頭要求高 隊員零射, 行不行? 行, 行 轉數, 快點就算了 來… V. Sir, 大哥, 剛剛操完嗎? 是, 上些牌照片就操作 遲些應該忘了, 有新工程嗎? 是, 大法官和喬江何被槍擊 那件案子, 喬子林是主要證人 如無意外, 也應該輪到我們添人 對了, 上次喬江何你們保護過時 好像聽說喬小姐的惡行事很厲害 過點料來聽聽, 讓我們做功課也好 沒有惡行事, 不過人不多騷擾我們 之後再去透明了 無論如何都要親身經歷一下 祝你去運 不是吧? 打電話, 德哥, 我們抱的嘛 就算我老闆, 多麼忙碌, 多麼難服侍 我也這麼做事, 其他幾晚 許醫師, 柳Sir找你 謝謝 柳Sir, 網友有事嗎? 坐下, 阿森 有宗新工程給你的隊伍 就是保護喬子林 你盡法給他的預算和策略夾橫我 這次不是應該到德哥的隊伍做嗎? 本來應該輪到阿德他們 但是喬江山主動要求 想你這隊伍繼續做下去 他沒有解釋是什麼原因 不過既然他有這種要求 證明他很相信你這隊伍 和老闆能夠建立互信 絕對是好事, 保持一下 是, Sir 這次可能對喬子林不利的 是來自瀋陽的熊士三兄弟 瀋陽人每個人都說 熊飛癲, 熊義喪, 熊勇陰險 在瀋陽表面上他們做正行生意 但實際上黃島獨犯犯齊 黑白兩道都記他們三分 這三兄弟, 感情簡直好到三位一體 所以在熊飛出事 二老和三老一定會做事 最危險的是 他們在瀋陽一直都是膽默行 殺人不眨眼 所以我們這次的風險評估 是僅持於最高級別的H2 這次的風險評估, 好… 因為這次老闆是女性 為了方便保護 我們特別調了Macy來幫忙 早安, Sir 大家合作愉快 Katley, 不知道人不在樓下吃飯 剛好入獎人, 下次吧 好 翹先生 再見… 坐吧 行了 坐吧 翹先生 從今天開始會由我們正式保護翹小姐 在街頭街尾 安排了隊員翹莊身分監視出入的人 在大閘門口, 安排了一輛WPU的車 長排在這裡 所有房客、車輛都要經過檢查 才可以進來 另外, 我在大門、花園和後門 安盡了CCTV監視 我還安排了兩位女隊員 師姐、Macy, 貼身保護翹小姐 大致上跟上次保護翹莊的報奉差不多 這次保護我的女兒 跟保護我弟弟很不一樣 要注意的事情也很不一樣 無論是什麼時候也好 在我女兒面前 你都要表現的是真定和自然 就算有什麼突發的事件 你們都不能令我女兒受驚嚇 或者受到刺激 總而言之 我女兒是不能受任何人的騷擾的 明白 我會在不影響保護翹小姐的情況下 儘量配合 我以致向柳Sir 要求你們這一組人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像保護我弟弟一樣 保護我女兒 不容許有任何的閃失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打勝十二分精神 好的 好, 大哥, 怎麼樣? 最近碼頭上落的大飛有沒有可疑? 沒什麼, 多了很多酒屍上落 叫那些年輕人盯緊, 尤其是沈陽下來的 看看他們有什麼猜測 收到了, 大哥, 放心吧 來, 乾杯 山雞哥, 我在這裡緊急什麼事? 叉燒 不管其他堂口鬼打鬼 如果有外來人 尤其是沈陽下來想工作的那些 又或者他想招兵買馬 立刻通知我, 知道嗎? 我們早上就收封了, 大哥 現在其他堂口 我說個個都是喬江先生在盯緊的 沈陽喪狗 但是那些警察不是在保護他的女兒嗎? 人家大富有錢都在做事 當然有兩手準備 人家都買了保險 你給我聰明, 我們出來走的 不得罪大富有錢人 不然沒飯好吃的 放心吧, 大哥, 我們會做的 聽到嗎?還嫁給你大哥? 阿龍, 大澤有問題嗎? 一切如常 雖然風平浪靜, 別鬆鬆 是, Sir 阿Sir 郭仔, 又拿了送給小姐嗎? 是呀, 這麼多日落 都不肯下來吃飯 其實保護大小姐 又沒想像中那麼難 起碼她一天到一刻 都是躲在家裡, 是不是? 沙士人投訴 她投訴喬江河之前太多節目 導致她有戲沒有人投 出街還有風險 喬江山當女兒是寶 當然寧願她留在家裡 如果那個寶貝女兒要出街 豈不是很大陣長? 阿頭… 有多大陣長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大小姐要警署演的人 寶貝女兒, 勝負了 是, S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輛車, 路面的情況如何? 路不乾淨 收到 收到 樓梯, 收到嗎? 頭, 後面有鬼跟著 各位手足, 看古警覺 C車準備好 是, Sir 廚山騎死正, 不好意思 可必有一輛車跟著我們 暫時未知歧途 不如你們放心, 我們會盡快解決 這輛行動 收到 頭, 折早去了 廚山騎死正, 我們已經搞定了 撇得了車, 你們可以放心 我們已可怕 不及待 也要 這輛車, 我們還是有 這輛車, 我也有 可以 大家 我可以 去 到 我已經optic了 也好 這輛車, 我想要 要变过几次 放到珍惜的意思 失望太多 就是多一次 不捨的思念 不可挟支 追着的事 已经错过无恶之 请让我将心中举止 认真告诉你